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漠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我婆婆一直觉得 媳妇的一切就该是他们留家的 从我生下女儿炎炎那天 她就迫不及待 以照顾孙女为由 搬出城里和我们一起住 请月嫂好花钱啊 我来亲自伺候你 一开始 我秉持着一家亲的想法 欣然接受婆婆的到来 但不知 这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所谓的伺候 不过是她留在城里的借口 婆婆一见到炎炎 从布袋里抽出五颜六色的绳子 在我眼皮子底下 用绳子裹在包备外面 包紧了 腿形好看 绳头长长 寓意二胎带个把来 我看着婆婆这扫操作 顿时傻眼了 吓得迅速解开绳子抱走女儿 我们不心这个 你以后别弄了 大惊小怪 你不懂 乡下都这样 快把孩子给我 当时我爸妈都在 她也不敢大声 笑嘻嘻地仿佛没事人一样 我拒绝了 并且 我爸妈当场严肃禁止这种行为 见我娘家人多 婆婆没说话 黑着脸拿走绳子 她一来 就明理暗里嫌弃我生的女儿 还夸赞大儿子 老婆肚子间一定生男娃 坐月子的时候 除了大伟在家 她几乎没抱过孩子 要不是嚷嚷手疼 就是腰疼 但我知道 她是因为嫌弃 我生的是女娃 她天天在我面前唠叨 女人哪有那么金贵 我以前生了大伟 第二天就去田里干活了 大伟在家的时候 有鱼有鸡 只有我和她在家的时候 隔夜菜大锅乱炖 我本来生了娃气色不好 被她伺候做月子 身体就更差了 而我和她 真正爆发矛盾的一次是 她居然背着我 对我的炎炎下手 一天夜里 大伟加班 我给孩子喂完奶后 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席间 我感觉 有人坐在我旁边 随后女儿的哭喊声 一下惊醒了我 我婆婆 居然用手捏我女儿的乳头 你在干什么 我呵斥一声 把婆婆吓得连忙 做回手 打开灯一看 我女儿胸腔一片红色 我顿时火冒三丈 一把抱走我女儿 你有病啊 她才多大 我婆婆有点心虚 支支吾吾地 女娃就得捏 捏了不会凹陷 长大才好看 以后生娃才有奶水 给我滚 要是再敢碰我女儿一下 我跟你拼了 估计被我架势吓到 而且炎炎哭喊不停 她只能灰溜溜 走出房门 从那以后 我睡觉一定反锁门 再累 也绝不会让她碰我女儿 这件事 让我惊讶的是 大为反而则被我吓到她吗 老人家 也是关爱孩子 只是方法老套 对孩子也没坏的 你那么大声吓到老人家了 之后婆婆的做法更加下头 被我严令禁止 接近炎炎后 婆婆开始整我 最近一段时间 天天给我喝白粥 美其名曰说清体内剩余的胎毒 我妈看不下去 说什么都要过来照顾我做月子 你婆婆怎么这样 天天给你吃白粥配咸菜 我妈第一天来 看到这笔水还清的粥 气得怒火直窜头顶 我偷偷告诉她 本来只有白粥 知道你来 特意加了碟咸菜 我妈气得端着粥冲出卧室 和婆婆理论 你个老毒妇 有你这样给儿媳做月子的吗 想饿死我女儿啊 婆婆也不甘示弱 扯着嗓子大喊 我们那做月子习俗 生女娃就是喝白粥 我也陪着她一块吃的 哪那么金贵哦 我呸 还女娃 都什么年代了 还给我来种男轻女那一套 我们城里人不看重这些 倒是你 自己也是个女的 怎么还那么自倾自贱 婆婆不乐意了 气得骂骂咧咧地 她要能生个男娃 我买十二个南瓜给她都可以 生了个赔钱货 没扔到山上算不错了 听到这一句话 我是深深愣住了 我妈也是 虽然我知道婆婆那个年代 重男轻女 但我们谁都没想到 孩子亲奶奶竟然可以说出 那么恶毒的话 你个死老太婆 我妈也顾不上面子 气得直扑到婆婆身上撕扯 件事情闹大 我连忙打给我爸 我要告诉我儿子 你们欺负人 婆婆哭哭啼啼地打给上班的大伟 半小时后 我娘家人和大伟坐在客厅 神情凝重 我爸沉默片刻 微微看了看我妈的眼神 眉头一皱 大伟 你记得 你的工作是我介绍的 大伟殷勤地点头 记得 当然记得 我当初买这房子 没说让你妈也住这 住了也就算了 还那么欺负我女儿 婆婆急了 捂着被我妈抓红的脸破口大骂 什么你买的房子 徐下下嫁过来 就都是我们刘家的东西 众人再次震惊于 婆婆理直气壮的强盗逻辑 我爸脸色阴郁 生气地拍了拍桌子 大伟 你自己说 怎么处理 大伟脸色一清 连忙拉着婆婆 她老人家一辈子窝在山沟 没文化没见识 我这就请月嫂 大家都消消气 婆婆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把拽住大尾 儿子 你傻呀 这得花老多钱了 妈 我自由主张 随后 婆婆见自己没捞到好处 倒地蛮横起来 造孽呀 怎么娶了个败家子 竟想着花我儿子钱 我妈和小姨拳头紧握 被我爸拦着 让你妈回家 这事就过了 大尾面路难色 婆婆更是哭天枪地 你们人多欺负我们母子 可怜我儿子啊 怎么娶了个汉妇 连她家人都那么汉 我爸倾壳一声 眼神锐利 我就说那么多 今天不送走你妈 明天你也别上班了 一听到可能会丢工作 大尾慌了 连忙拉起婆婆 婆婆可能意识到 我爸微而不怒的气势 顿时收住哭声 我隔着房门 抱着孩子 偷偷听着屋外动静 好不解气 憋了一会 大尾脸色铁青地看着婆婆 妈 你现在就收拾东西 我送你去车站 你这个白眼狼 怎么向着外人 说完 又哭哭啼啼地 捶打大尾胸口 估计看不奏效 婆婆愤恨地往地上 吐了一口唾沫 呸 我这回我大儿子家 伺候我大孙子去 婆婆走后 家里清静不少 加上月嫂帮忙 我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本以为婆婆走了 一切都告一段落 没想到 她居然惦记上我婚前财产 我家房子大 四十一厅 市中心江景房 我爸疼爱我这个独女 全款买下的房子 过户到我名下 大尾是我大学同学 没车 没房 还没存款 读书的学费都是借亲戚的 但她十分有上进心 读书也很厉害 有了学历加持 加上她每天都会抽空 做饭给我 生病了 也很会贴心陪着我去医院 一来二去 便和她在一起 一开始 我爸是不同意的 下下 我和你妈太呵护你了 让你不懂人间险恶 爸 大尾真的和那些富二代不一样 爱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门当户对的重要性 为了得到爸妈认可 大尾也很努力 终于得到我爸青睐 给他介绍去了五百强的上市企业 摇身一变成为高级白领 结婚不久 婆婆就想让她大儿子 一家一起出来住 被我拒绝了一次 被我爸妈赶回老家后 又开始不安分 打起我婚前房子的主意 我生气地看着群僚弹出的信息 花开富贵已被移出群僚 五分钟后 我却接到物业的电话 对方说 我婆婆带人要看房子 赖在物业不肯走 我冷淡地说了一声 让她赖 不行直接报警让人拖走她 不一会儿 大尾把哭哭啼啼的婆婆接回家 婆婆看见我的样子 又转身拉着自己儿子 往门外走 我不敢住 省得你媳妇报警抓我 大尾安慰婆婆 把她拉进门 下下不会的 住一晚 明天我再送你回老家 我白了她一眼 转身进房间 隔着一道墙 婆婆有意大声说给我听 我说下下 你房子那么多 你一个人住得完吗 你和大尾结婚了 房子也是咱们留家的 你要是不卖 那不如过户到大尾名下 大尾每天累死累活地加班 你天天在家啥也不干 不懂外面的行情 给大尾替你打理正好 我一个老太婆还会害你不成 都是为你好 等你生了男娃 这房子自然落到孙子名下是吧 我冷笑一声 这婆婆还挺会算计 我只生一个 女儿也是我的宝 门外传来急促脚步生 婆婆一把推开门 指着我鼻子大骂 谁允许你只生一个 大尾站在门口 脸色不悦 也不拉着婆婆 显然被这句话惊到了 即便生二胎 也是我愿意才生 要是二胎还是个女儿 我也乐意 婆婆欲骂我 被大尾眼神警告 忽然换了一张嘴脸 立马嬉笑地坐在床边 好好好 你还在月子 别生气 要是不卖 那给大尾哥嫂先住吧 你嫂子生了孙子 也需要地方坐月子 哦呼 绕来绕去 还是给他大儿子做打算 月子忠心多得去了 你心疼 你花钱让他去住 我的房子 谁也没资格动 见我如此强硬 大尾面无波澜地拉走婆婆 房间一片寂静 随后我听见杯子砸桌面的声音 这一夜 我睡得不安稳 直到大尾送婆婆离开 我立马打给小姨 小姨 我想立遗嘱和做个公正 以后 我的财产都给炎炎继承 小姨第二天早早来家里 十分紧张地看着我 怎么忽然想倒立遗嘱 他们干什么了 我把全部经过告诉小姨 小姨愤恨地拍了拍大腿 你这婆婆真是贪得无厌 放心 这件事小姨会替你办好 婆婆离开后 总算安生些 出月子后 爸妈寻思给炎炎 办场满月酒 小姨和小姨夫 则是给炎炎挑选满月带的精气 婆婆没来之前 我和大尾关系还不错 大尾下班也会帮忙带孩子 换尿片和喂奶 只要婆婆不来 咱们小日子也能好好地过下去 可这一天 婆婆居然又不请自来了 大尾的意思是 炎炎满月酒 孩子奶奶不去说不过去 我们忙着满月酒选酒店的事 也就没搭理婆婆 有时候她会在大尾面前小声唠叨 一个女娃娃 还摆什么满月酒 看见我给炎炎 买了十几件小裙子的时候 冷不妨说了一句 真是金贵 买那么多衣服 还不如买些男娃的衣服 留着二胎穿 我懒得搭理她 我自己的女儿 我来疼 炎炎一直都是给保姆带 婆婆压根就没抱过几回 我甚至怀疑 这不过是大尾寻了个借口 再次把她妈接出来住 我爸妈知道婆婆又跑到我家住的时候 脸色十分难看 我妈更是撸起袖子打算跟我回家 以免婆婆又做出什么奇葩的事 我爸沉默一会 给出她自己的见解 只要那个老太婆不太闹 就算了 怎么说她是大尾母亲 你太埋态她 会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妈妈愤慨地回应 如果下下你被她欺负 一定要告诉妈妈 我想了想 婆婆这次回来 除了偶尔嘴碎 也确定收敛了些 但我没想到 婆婆接下来做的事居然那么奇葩 炎炎满月酒的时候 爸爸妈妈和小姨一家 买了金镯子给炎炎带 我爸还特意打了一个一百克重的长命锁给炎炎 上面刻了炎炎的首字母 我婆婆啥也没给炎炎 全场黑着连吐槽酒店的东西 难吃又贵 走之前还连吃带拿的 但到了她孙子满月酒的时候 婆婆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又是选黄到吉日 又是杀鸡奉神 还大手笔买了一堆鸡仔 放回老家圈养 等孙子满月酒的时候 给宾客吃 就在我们回老家前两天 婆婆罕见地说 要抱炎炎 哎呦 我的大孙女戴着金镯子真好看 她不断摸着炎炎脖子上的长命锁 双眼放光 当晚 我摘下炎炎脖子上的 长命锁放在抽屉里 此日 婆婆说要提前回老家准备 第一次主动离开了家 我们回老家的时候 大嫂抱着儿子超超 满面春风地穿梭在宾客中 我眼睛无意间瞄到超超脖子上 看见孩子身上挂着一块黄金长命锁 顿时愣住了 这金牌怎么和炎炎的一模一样 大嫂抱着孩子 款款走过来 笑得合不拢嘴地显摆那块大金牌 来了 招呼不到 怎么没把炎炎带来 我美好气到 炎炎在外公外婆家呢 我伸手摸了摸孩子的精气 微微翻面看 顿时脸黑 背面上刻着炎炎的首字母 就是我爸爸特意定制的精气 这锁够重的 大嫂眉飞色舞地说道 孩子奶奶送的 贵气吧 我没说话 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婆婆 婆婆吝啬一辈子 倒是懂得拿人家的东西装大方 大嫂笑容凝固 一把抱开孩子 小声道 什么意思 你这锁是我爸买给炎炎的 背后还有炎炎小明 不信 自己看看 大嫂狐疑地拿起金锁 顿时脸红一片 这 一旁敬酒的大哥 看见我俩阴着脸 连忙走过来 媳妇 咋了 大嫂气得带着哭腔 把孩子脖子上的精气 拿下来扔到我手上 不就是一块精气吗 瞧不起人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引起婆婆和大卫注意 大哥一头雾水地哄着媳妇 怎么了媳妇 弟妹说啥了 问你妈去 婆婆看着我手上的金锁 眼神像要吃了我似的 从我手上夺走精气 要死阿妮 敢拿我大孙子的东西 你这个贼 大卫也小声责备我 今天是大哥儿子满月 闹什么 所有人都看向我这边 仿佛我就是千古罪人 你妈偷我女儿的精气 给她大孙子 我还不能说 众人顿时语色 婆婆咬牙切齿地 指着我鼻子大骂 什么 你女儿的 这些都是我们刘家的 我想给谁就给谁 一旁的宾客交头接耳 怯怯思语 大卫连忙拉着我小声道 一把锁而已 算了吧 我妈年纪大 别惹她不高兴 那是我女儿的东西 凭什么让这个老东西偷了 不给是吧 那我报警 说你妈入室盗窃 我提高阴被 周围的人 纷纷侧目而视 婆婆脸挂不下了 故技虫师倒地撒泼 我不活了 老李 你看看 你儿子娶的什么货色 天天欺负我 我还不如死了去见你呀 眼看自己儿子的满月宴被搅和 大嫂气地抱走儿子回房间 大哥连忙招呼乡亲们继续吃席 一把拽起倒地撒泼的婆婆 妈 够了 大哥一脸歉意地夺走婆婆手中精气 放在我手上 对不起 弟妹 看在超超满月厌分上 原谅我妈这一回吧 大哥是明事里的 这所对炎炎意义重大 希望你见谅 婆婆见我拿走金锁 大喊一声 直扑到我身上 今天非得教训你这个贱人 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被婆婆拽倒地 大伟和大哥连忙分开我们二人 在场的宾客们吃了宴又吃了瓜 意犹未尽地看着我们撕打在一起 就这样 我们都进了所里 我爸妈和小姨也闻讯赶来 婆婆倒是恶人先告状 警察同志 赶紧把这个不尊重长辈的婆妇抓起来 看把我打得一身伤 我妈抡起拳头就要扑过去 你个老毒妇 欺负我女儿 我跟你拼了 我爸和小姨拦着 警官询问我 是你先动手的 我摇摇头 对方先动手 警官转而看向婆婆 为什么打人 婆婆骂骂咧咧地 她不尊重长辈就该打 警官又问我 起因是什么 我拿出有些凹陷的金锁 我婆婆偷到我孩子的金器送人 被我带住 小姨和妈妈开始骂骂咧咧地 婆婆慌忙解释 我没偷 就是 就是借用 我掏出手机给警官看 家里有监控 看看就知道 她是不是偷了 婆婆慌了 求助地看向大伟 大伟连忙上去打圆场 徐夏夏 别闹了行不行 真想让我妈进橘子吗 我冷笑着看着眼前的妈宝南 一把推开她 我闹 那你干什么去了 我们打起来的时候 你干嘛 看着我闹 大伟见我爸在 愣是没大声说话 唯唯诺诺地和警官表示 实在对不起了警官 这件事没那么严重 我们可以自己解决 警官看向我 你的意思 要追究就要验伤 如果偷窃属实 就得立案调查 我看向我爸 只见他摇摇头 可以不追究 但是得写保证书 回到老家屋里 爸妈阴着脸坐在沙发上 大伟一家 则是扶着哭哭啼啼的婆婆 坐在对面 不就是一个破金锁吗 害我老脸都在 相亲父老面前丢尽了 我还怎么在这过下去 我老刘家的脸都被你媳妇丢尽了 我爸沉着脸 竭力保持冷静 我说亲家 你是还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是吧 你不懂 大伟也不懂 大伟一脸歉意地哈腰道歉 岳父岳母 实在是我妈没见过世面 我保证 我保证 不会有下一次了 婆婆哭着拍打大尾 道什么歉 你那媳妇那么厉害 都是你惯的 女人就得顺服家婆 你看看她 像个刺猬一样 天天和我作对 她忽然咬牙切齿地指着我鼻子大骂 一个女娃娃配得了那么贵重的精气吗 长大嫁人了 还不是便宜别人 我拿给我大孙子怎么了 你要是生个代把的 我能这样 我妈忍不了 冲过去打了婆婆一巴掌 偷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 就不该让我宝贝女儿嫁到这个家里 今天说什么都要送这个老太婆进橘子 婆婆被打懵了 看见我妈怒气冲冲地 怂怂地躲在大尾身后 毕竟婆婆打不过我妈 大尾哥哥则是一个劲的道歉 这件事确实是我妈做得不对 她走到我面前 深深鞠躬 我替我妈给你道歉 看着大尾哥哥一脸真诚的样子 我无奈叹气 大尾 只要你妈按照保证书上做 老实待在老家 生活费我一分不少 大尾 弟妹都这么说了 你就照做吧 大尾沉默片刻 暗暗戳了戳哭哭啼啼的婆婆 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 大尾哥哥拿着一袋红鸡蛋 跑到我们车前 弟妹 今天对不住了 孩子满月的鸡蛋 寓意好 拿回去吃吧 谢谢 我接过鸡蛋 看着大尾哥哥一脸朴实的模样 不由得感慨 大尾哥哥性格那么好 幸好不像婆婆的性子 我们回去之后 本以为婆婆会消停了 谁知道 半夜接到大尾哥哥的电话 尾子 快来医院 妈喝农药了 我们一行匆匆赶去医院 大尾拉着医生紧张地询问 医生 我妈 我妈怎样了 医生淡然说道 你是李田花家属是吧 病人没事 喝得不多 已经洗了胃 我看大尾吓到脸色苍白 心里生起一丝愧疚感 医生 我婆婆 她现在好些了吗 病人洗了胃 会有些不舒服 三天内进食 我们走进病房 婆婆脸色苍白 手臂上挂着药水 完全没有往日嚣张气焰 妈 你好点没 大尾心疼地扶起婆婆 我默默站到一边 婆婆虽然精神不好 看见我 眼里就冒火 你让她来干什么 妈 你为什么喝农药啊 有什么事咱们说开了还不行吗 还不是你好老婆逼的 我握紧拳头又松开 这婆婆都这样了 还那么针对我 妈 你再怎么看不起我 也没必要糟蹋自己身体不适 多浪费农药啊 你 少说两句 大尾连忙扶着玉起来 教训我的婆婆 咱们刘家不能要这种没上没下的女人 维子 你必须和她离婚 哼 喝农药是为了逼儿子和媳妇离婚 妈 下下再怎么不对 也是炎炎母亲 我的妻子 你怎么这样逼我呢 生个女娃 算什么本事 你妈我给你物色好一个了 张家的大女儿 身材好 又听话 保准能生男娃 你现在就回去和她离婚 房子 车子都得给你 听到婆婆的话 我哭笑不得 好呀 房子是我婚前财产 车子是我的陪嫁 哪一样都和大尾没关系 你胡说 你天天在家 啥也不干 吃的穿的 哪一样不花我为子的钱 房子和车子不得给我儿子 我一向是能忍则忍 今天我也不打算继续忍了 妈 你没见识不要紧 重男轻女也就算了 现在为了解气 喝农药逼自己儿子离婚 这种事都敢做 你怎么那么多戏呢 别忘了 你偷盗的视频 还在我手机里 我随时都可以联系那个警官 离婚 可以 刘大伟得净身出户 徐夏夏 你就那么想和我离婚是吧 日积月累的矛盾 还是爆发了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以为你爸给我找工作就了不起 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大伟歇斯底里的把这些年压在心里的不满宣泄出口 一旁的婆婆得逞地笑了 儿子 你终于看清她嘴脸了 我咽下愤恨 面无波澜起伏 你终于说出口了 原来这些年 你是这样看 我们一家的 我爸找遍关系 给你找工作 组了多少饭局 喝了多少酒 你知道 我生炎炎差点羊水栓色你体会过 你妈在我坐月子时候 天天给我糠咽菜吃你看不见 说炎炎是女娃 要扔山上自生自灭这样 恶毒的话 你不反驳 大伟阴着脸看着我 没有方才的狂怒 婆婆虽病着 嘴巴可厉害了 就你金贵 你全家都金贵 要不是我儿子优秀 你能那么倒贴咱家 又是找工作 又是买房子 你不就是怕自己没人要吗 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 就你矫情 我生大伟和他哥连月子都没做过 还不是健健康康的 就是你矫情 婆婆数落我的时候 大伟安静地站在一旁 从未开口替我说话 最后 我是独自一人回家的 大伟则是留在医院 回到家后 看着熟睡的炎炎 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还那么小 却要面临父母这些糟心事 婆婆没来之前 我和大伟也算是恩爱夫妻 自从大伟默许婆婆的做法后 我对大伟的感情已经产生变化 爸爸说得对 有时候门当户对真的有必要 我和大伟即便物质同步了 思想还是两个阶级 四日 我委托小姨给我草拟离婚协议书 爸妈知道婆婆喝农药的事 火急火燎赶到家里 我们一屋子娘家人 沉默地坐在沙发上 小姨先开口跟我说 下下 房产已经做过公正 还是婚前买的 这个一定是你的 不用担心 孩子两岁前也是判给母亲的 你和大伟婚后账户里的钱 都是大伟的卡一直进涨 要全部拿走恐怕有点难 我冷冷地说道 该是我的 我寸步不让 不该是我的 我分毫不争 我爸生气地拍了拍桌子 这混小子 真不知好歹 我妈没说话 起身到厨房捣固 十分钟后端出一杯 热乎乎的红糖浆茶给我 出月子后 你的脸色一直不好 快把茶喝了 我鼻子一酸 靠在妈妈怀里痛哭 没事孩子 天塌下来还有爸妈在 更何况 天还没塌下来 盐盐又健健康康在你身边 多好啊 是啊 孩子 咱们既然决定要离 就离 永远别回头 大伟这小子姑且不说 但是他妈妈就是个定时炸弹 时不时出来下你两口子 时间长了 再多感情都会磨掉 我默默抿了红糖水 用力点头 大伟这几天都没回家 但大伟哥哥和嫂子在今天忽然找上门来 我开门的时候 有些诧异 嫂子抱着超超 大伟哥哥拎着两个蛇皮带 里面全是土特产 你和大伟结婚这么久 咱们还是第一次上门 我把煮好的花茶放在他们面前 又拿了炎炎的玩具给超超 快喝茶吧 嫂子向大伟哥哥使眼色 大伟哥哥干咳一声 说出自己来意 那个弟妹 我们今天来呢 有两件事 第一个呢 是代表我妈再次给你赔个不是 我知道大哥是个好人 但是婆婆做的事 要道歉 也该是她亲自来道歉才对 我妈的性子你也知道 我也狠狠说了她一顿了 其实嘛 老人家的心思咱们都知道 但是我和大伟说了 以后妈就跟我们住 你也不用担心她会住着 我微微一愣 随后放下茶杯 逗了逗超超 我和她的矛盾 不是一天半月产生的 我知道 所以第一步 就是不让她跑来打扰 你们小夫妻生活 我妈说的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她是重男轻女 但是孩子是你们的 由不得她干涉 她越是这样说 你就当耳边风好了 我没说话 大伟哥哥继续说道 第二件事呢 是为我弟说情的 大哥 我和大伟已经决定离婚了 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 你听我说完 再做决定也不晚 我犹豫地看着大伟哥哥 难道他还能改变我主意 大伟虽是农村出来的 但结婚后 他的工资都会上交给我 自己每个月只留加油费和烟钱 婆婆没来之前 大伟每天准时下班 从来不参加聚会 手机平保 也是我们大学时候的毕业照 如果没有婆婆介入 我和她的感情会一直好下去 这小子 在你说离婚那天 就颓然了好几天 天天在家喝酒 那 这卡也叫我给你 我接过银行卡 狐疑地看着大伟哥哥 他说 工资都转给你了 剩下的绩效奖金 都在这张卡里 密码也是你生日 大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 可是又不敢见你 托我走一趟 他都给我了 自己怎么生活 他压根就没想自己了 大伟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该骂 他想都不想 就站在妈那边 你当然委屈 我妈看大伟把自己 关在房间几天 不吃不喝都吓坏了 诺 这是我妈写的道歉信 我看着上面 歪歪扭扭的字体 不由得皱眉头 倒没必要做这功夫 她的话 我实在无法原谅 不原谅就记着吧 反正我妈这个人 就是这样的性格 你不接触就没事 眼不见为净 我微微抓紧信纸一脚 当然 如果你执意离婚 也是要尊重 你自己意愿的 我和你嫂子 只是觉得 你们夫妻 不应该被我妈搅和了 送走大伟哥哥和嫂子后 小姨把曹你的离婚协议 发给了我 我却有些犹豫了 这段时间 婆婆确实没来作妖 而大伟有一天回家 收拾衣服回公司宿舍住了 我每次叫他去民政局的时候 他总以加班为理由拖延 直到我再次打电话 明确想法后 大伟开车接我去民政局 一路上 他和我说了很多话 炎炎还小 你就别出去工作了 我每个月工资还是会打给你 你自己支配 爸妈年纪大 有什么事也别劳烦他们 炎炎打疫苗和体检 你打电话让我接你 我哥上次给你的银行卡 你收起来 想继续存着就存 要是想花也可以 密码都是你生日 你自己要多照顾自己 柜子里放着半年量的古法红糖 记得煮水喝 我默默听着 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去民政局的路似乎好远 我们走着走着居然走错路了 怎么办 过了预约时间了 能怎么办 回家吧 女儿想你了 好 最终 我们还是没离婚 为了让我放心 小姨拟了协议让大伟签字 只要她出轨 就会净身出户 婆婆自从住到大伟哥哥家后 安分许多 嫂子也是个不好惹的 婆婆也不敢多说什么 大伟哥哥在老家开了养猪场 赚了不少钱 也在城里买了房子 日子越来越火热 婆婆除了带娃 就是去养猪场帮忙 偶尔也会让人送一些好猪肉 给我爸妈 因为婆婆的到来 把我原有的生活搞得鸡飞狗跳的 又是因为婆婆的离开 我开始审视自己婚姻里面存在的问题 大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申请掉了一个清闲的岗位 每日下班回家就陪着炎炎 我没有完全原谅大伟 只是把重心放在生活当中 我爸后来找我谈心 吓吓 大伟虽不是门当户对 但是他最近表现还是合格的 离婚很容易 但是过日子就很难 你们不妨试试好好过日子 我知道 有一件事 我没来得及和你还有妈妈说 什么事 我怀孕了 真的 那太好了 无论二胎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都一视同仁 对 无论男女 孩子健康最重要 后来 我生了一个男孩 爸妈高兴极了 婆婆更是高兴地用自己撕房钱 打了两个镯子 Gamazi 虽然我觉得 她是因为我生了儿子 才这么下本 只是罕见的是 她把一个镯子给炎炎 一个镯子给我儿子 大概是觉得对炎炎愧疚 婆婆给炎炎的镯子重许多 我也渐渐接受婆婆 偶尔会让她回来看看孩子 婆婆也没在我面前再次展示自己重男轻女那一套 虽然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放下性别成见 但是婆婆的确肉眼可见的改变了 我也放下之前的是非 日子虽然一地鸡毛 但是还得继续过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冷或暖 今天就跟着陌然 一起踏上情感之旅 大年三十 我高高兴兴回娘家过年 我高高兴兴进了门 我妈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饭菜 看见准嫂子徐然也在 我还兴奋地想 今年家里还挺热闹的 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分别给了我爸和我妈 走到徐然面前时 我又拿出了一条丝巾 这是我特意为她挑选的新年礼物 本来准备年后再给她 我想着既然徐然在 今天就一起给了吧 谁知徐然眼皮都没有抬 翘着二郎腿 一边玩着手机一边说 我是过敏体质 用便宜的丝巾会过敏 听着徐然话里的嫌弃 我拿着丝巾呆愣在原地 有片刻的猛逼 爱马仕的丝巾应该也不算便宜了吧 还是准嫂子家已经富裕到 连爱马仕的丝巾都嫌弃了 可我明明记得她家里 不过是小康家庭而已 见我不搭话 徐然慢悠悠地抬起头 眼睛不注地在我身上打亮着 周运妹妹 不是我说你 你婆家也算有钱吧 你怎么连好一点的礼物 都买不起啊 不会是舍不得吧 徐然这话 听得我心里极度不舒服 我婆家有钱关我什么事 我靠着自己挣的钱 给家里人买礼物 有问题 再说了 就算礼物便宜 就徐然这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 也不太对吧 我正要出言反驳 就听见我爸让吃饭了 来来来 先吃饭先吃饭 再不吃菜都冷了 你妈可是特地做了很多 你爱吃的菜 我爸见气氛不对 连忙过来打着圆场 还不停地给我使着眼色 快 你妈都辛苦一天了 今晚老爸洗碗 我爸一边说着 一边把我们带到了饭桌上 饭桌上 徐然脸色明显不太好 他挑挑剪剪地翻着菜 看得我心里直犯恶心 我带着疑惑的眼神 看向我哥周宇 他却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我们家从小家交严格 吃饭从不翻菜 徐然这种习惯 我真是接受无能 但又想着徐然第一次来我家过年 算了 既然我哥都不说什么 我也不好点破 我努力忽视徐然的习惯 认真吃着我妈做的糖醋排骨 又听到了徐然娇滴滴的声音 阿姨做的糖醋排骨太甜了 我吃不惯呢 见徐然不喜欢吃甜的 我哥连忙给徐然接了一杯水 又温柔地让他吃别的菜 很甜吗 我又加了一块排骨到嘴里 明明一点都不甜呢 我甚至还觉得比平时做的要淡一些 不说都说了我不喜欢吃甜的吗 为什么还做这么甜的排骨呀 徐然一脸委屈地看着那盘糖醋排骨 声音里似乎还带了一点哭腔 这下轮道我妈和我爸两个人猛逼脸了 我哥赶紧拍了拍徐然 又轻声安慰他 我妈也放下了筷子 表情有些不自然 小冉呢 是阿姨手艺差了些 做得有点甜了 下次阿姨改进 那先把糖醋排骨拿下去吧 我看着这么甜的东西吃不下饭 我靠 如果到这时候 我还没反应过来 徐然在针对我的话 那我可就是纯纯地傻白甜了 空气突然一下凝固了 我沉着脸放下了筷子 我爸也和我妈面面相去 我哥脸色也不太好 他踢了踢我的腿 用手在桌子下面 给我比了五个手指头 我摇了摇头 又回了两个手指 我哥咬着牙点了点头 行 我懂 我几下吞掉了嘴里的排骨 戳了戳我周宇的胳膊 哥 你端走吧 正好我也不想吃了 虽然不知道 徐然今天为什么突然针对我 不过这大过年的 一家和和睦睦的 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看在十万块钱的份上 这份排骨不吃也罢 我主动做出了退让 本以为 徐然会消停一些 可他非要作妖 在我和我哥 说着春节安排的时候 徐然听我说 要留在家里过年 顿时坐不住了 你回娘家过年 你婆婆不会生气吗 我笑呵呵解释了原因 我婆婆常年定居国外 也不过春节 我老公公司忙 正好要去出差 我又不想去 我想着结婚一年 而且工作时刚起步 我都没怎么回家看我妈 就想着趁着春节这几天 好好陪陪我妈 我妈听了 也笑着打趣我 都结婚了还这么黏人 像个长不大的小孩 谁知 徐然却突然冷不丁 冒冒出一句 嫁出去的女儿 怎么还回娘家过年 原本热闹的气氛 突然冷了下来 一时间 谁都没有说话 我忍不住问徐然 嫂子的意思 就是我结婚了 就不能回娘家过年了 当然了 我妈说 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嫁出去了女儿 就是别家的人了 是不能回娘家过年的 徐然颇有些得意地说着 她那套不着边际的话 莫了 还语重心长地劝我 周运 你吃完饭 还是回你婆婆家吧 我妈还说了 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 过年会影响娘家人的气韵 听着徐然的话 我终于知道 徐然 为什么要针对我了 感情是不想让我 回娘家过年啊 怪不得我一进门 她就阴阳怪气的 不过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我们家可没有这个风俗 还有她话里反复 强调地嫁出去的女儿 好像我结了婚 就和这个家断绝关系了一样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我正要发飙 我妈倒是先维护起我来了 小冉 我们家可没有这个说法 床我都给小韵铺好了 今年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过 听了我妈的话 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过 还是自己的妈妈好 阿姨 我可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我都和周宇订婚了 我是不会害这个家的 我哥脸色也不太好 他扯了扯徐冉的手 应该是在让他不要说下去了 可徐冉像是看不见一样 还说得更大声了些 而且周韵妹妹都嫁出去 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 将来只有我和亚语 才能给您和叔叔养老啊 阿呸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 幸好他还知道和我哥只是订婚 这还没结婚呢 倒是来我家指手画脚 先针对其小姑子来了 还养老 我爸我妈需要他来养老 真是太特么做了 我火了 直接把筷子拍在了桌上 那还没结婚 就跑到南方家里指手画脚 又是什么道理 一个外人还来我家挑刺 难道这也是你妈教你的 我连续两个反问 徐冉明显僵住了 他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倒是眼睛里面好像又有亮晶晶的泪花了 不一会儿 他的一张脸憋得通红 跺着脚对着 我哥吼了一句 你们一家子都欺负我 然后哭哭啼啼地往楼上跑去了 我看见我爸在暗中给我点了个赞 对上我哥看过来的眼神 我无语地摊了摊手 这明显不能怪我吧 我送他礼物 他嫌寒酸 我妈特地给我做的糖醋排骨 他又嫌太甜 甚至我回自己家过年 还莫名其妙被嫌弃会影响运势 可能我哥觉得我这样说 虚然有些过分吧 但我认为很爽 总之这个年我是过定了 初一清晨 我起了个大早 一睁眼就看见了徐冉 半夜十二点过 给我发的道歉小作文 小韵妹妹对不起 今天是我情绪不太对 是我说话不好听 是我的错 希望小韵妹妹大人 有大量不要放在心上 那些都是我妈以前教我的 我以为每个家里都是这样 对不起 看完了徐冉的微信 我知道肯定是我哥给他做思想工作了 不过明明是道歉的语气 我怎么就闻出了道德绑架的味道来 要不是看在十万块钱的份上 我高低地让他再多哭几次 下楼的时候 我爸妈早就做好了早餐 我刚拿到了老妈给的大红包 就看见徐冉师师燃下楼了 他脸上有转瞬即逝的惊讶 然后我就听见他开口了 小韵妹妹这么大了 还有红包领 好羡慕呀 呵呵 听听这酸酸的语气 羡慕你自己找你妈领去呗 不过按照你妈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的理论 怕是不会给她这么大红包吧 不过我只敢在心里吐槽 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是准嫂子了 再加上我哥那十万块封口费 我忍了 小冉也有 新的一年 妈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和和睦睦 我妈拿出一个大红包递了过去 徐冉的脸上果真乐开了花 谢谢阿姨 徐冉嘴上说着感谢的话 可她的眼睛却时不时盯着我手里的红包 明显在对比着两个红包的厚度 倒是生怕我妈偏心多给了我一样 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竟只走向了餐桌 我妈和我爸吃完 就出门买菜了 桌上只剩下我和徐冉 吃着早饭 徐冉无意间又提起了昨晚的那条丝巾 小韵妹妹 昨天你送我的那条丝巾 还挺好看的爱 你可真会挑礼物 我塞了一个小肉包到嘴里 我知道徐冉在暗示什么 无非就是想让我把丝巾给她 可昨天明明是她嫌弃廉价的 我还是留着送闺蜜吧 徐冉姐姐 我这不是怕你过敏吗 我买的丝巾太便宜了 我下次再给你选一条更好一点的吧 下次 我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 让她慢慢等着去 徐冉的脸僵了又僵 她满脸堆着笑容 怎么会呢 我昨天就是开了个玩笑而已 小冉妹妹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不知何时 徐冉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哽咽了 我抬起头来 她愣是挤出了几滴眼泪 小冉妹妹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都和你道过歉了 就这么一点点小事 你都不肯原谅我吗 如果你还在怪我的话 我再向你道一次歉 对不起 徐冉的表情 从委屈再到伤心 切换得无比自然且丝滑 而这时 我哥正好下楼了 我靠 顶级绿茶 我哥一下来 徐冉顺势挽住了他的手臂 我哥眉头紧簇 怎么了 见我要解释 徐冉急急忙忙 抢先开口 就是小韵 还对昨天的事情耿耿于怀 我凌晨想了很久 很愧疚 已经道歉了 可好像小韵 还是不肯原谅我 你教教我吧 我惹妹妹生气了 以后她不喜欢 我可怎么办呢 我哥悠悠地 把目光落在我身上 不用说 我知道她又要开始 做思想工作了 小韵 不要任性 你嫂子 就是一时昏了头 她已经知道错了 她第一次来 我们家过年 人生地不熟的 你多担待些 行吧 这么点小事 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 就是 小冉姐姐想太多了 你看 眼睛都哭肿了 不是 顺着我的话 我哥又心疼地 看了看徐冉的眼睛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双手插兜 想看看这朵顶级绿茶 还想做什么幺蛾子 果真 徐冉不哭了 她扬起一抹 唇白茉莉花一样的笑容 我就知道 小韵不会斤斤计较的吧 嫂子想和你商量个事 不知道你答不答应 我抬了抬眉 洗耳恭听 小韵 你不是 不怎么在家里住吗 我就想着 能不能把你的房间 让给我和你哥住 我们现在住的那间有点小 我东西太多了 实在是放不下 可是我哥那个房间和我的是一样大的爱 小鸭 感情在这儿等着我呢 说什么现在住的那间有点小 那可是我哥一直住的房间 明明是跟我那间一样大的 说白了就是喜欢我那间朝阳的房间吗 轮到徐冉震惊了 他难道以为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之后 我就会让着他 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那个房间的布局爱 看起来就很温馨可爱 就像你一样 我还是不接话 我哥给我使了实眼色 又开始游说我了 小韵 你就让你徐冉姐住几天吧 他就喜欢你那个房间 他都和我说好久了 让 住几天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就算让给他住 他能只住几天 别到时候又找理由不搬出来 再说了 我周韵字典里就没有让这个字 而且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房间的事情 家里朝阳的房间又不止我这间 偏偏要来和我抢 那可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住的房间 我哥还想说什么 都被我当场打断了 他不知道 这根本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徐冉非要把我这个小姑子 当成假想敌 我岂能不迎仗而上 明明婚房都买好了 他们俩结了婚又不住这个家 怎么就非得惦记我的房间 气氛僵持之际 我妈开门回来了 徐冉又哭哭啼啼地向我妈说了想换房间的事 我妈看了看我 又果断拒绝了她的要求 主要还是看小韵的意思 不过小韵住了这么多年的房间 也是有感情的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换的 徐冉再次吃别 她愤愤地目光落下我身上 我丝毫不怕 甚至还会以挑衅的动作 气得徐冉脸都绿了 直到徐冉出门 我看见我妈望着徐冉的背影 直摇头 脸上尽是失望的样子 我妈那么温和一个人 都能露出这种表情 我看我家可有的热闹了 还没结婚就各种找小姑子麻烦 难道这种素质也是她妈妈教的 家教可真是好呢 我本来以为是徐冉人品有问题 直到见识了她妈妈的作风 我才知道 原来她的奇葩行为 真的是她妈妈教的 香安无事了几天 徐冉再也没有提过要住我的房间 我以为我哥已经劝住了她 她已经不想找我查了 直到徐冉怒气冲冲地进了我的房间 她拿着我哥的手机摔在我面前 我一看界面十万块地转账 哦 货 我刚看清手机界面 徐冉就劈头盖脸地质问我 你都这么大人了 还问你哥要钱好意思吗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又不是我主动要的 嫂子 这件事你还是去问我哥吧 那是他主动给的 我自认为我的回应还算礼貌 可不知又戳中了徐冉哪根神经 他突然间就炸了毛 主动给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都不算数 你赶紧还回来 我觉得有点好笑 我哥给我钱还要经过他的同意 而且还不是因为他故意为难我 我哥才拿钱来封我嘴的 让我还 我偏步 我勾着嘴角 冷笑着问 我哥给我钱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呢 夫妻共同财产支出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你们都还没结婚 怎么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我记得好像只是订婚吧 我叫你嫂子是尊重你 但你也不能太蹬鼻子上脸 模糊了自己的定位吧 我一口气说了好几句 对得徐染满脸通红 他一句话接不上来 气得用手指着我 你 你 平日里爱着我哥的面子 还有家里的气氛 我都忍着徐染 即使他在找茬我都不予理会 趁着今天 我哥他们都不在 我非要把徐染骂得狗血淋头不可 我拿起手机摔在地上 你什么你 你读了那么多年书 难道就只会这一个字 你从你妈那儿学了那么多 封建糟粕 却最基本的礼貌都没学会 你妈没告诉你 用手指人很泼富吗 要不你再回炉重造一次 你一个未婚女孩 没结婚就在别人家里 指手画脚的 你还真当自己是碟子菜呀 你要不看看我们谁理你了 还有你那些恶心下作的手段 千万不要用到 我们家来 别以为 我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 我告诉你 我们家可不吃这一套 不信 你就试试 我轻蔑地注视着徐染 只见她的脸 由青到白 眼泪也跟着止不住地落下 徐染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捡起地上摔碎的手机 匆匆回了房间 反正那是周宇的手机 我看她怎么解释 周宇也是活该 谁让她找这么个媳妇 回家气我 我和徐染不花而散之后 就算彻底撕破了脸皮 之后的几天 我俩在家里一句话 也没有说过 直到春节假期结束 徐染家突然提出了 要一起商量结婚的事情 我本来不想去的 我妈非拉着我去 说这是两个家庭的大事 而且徐染家人远道而来 我们得重视起来 行吧 虽然我不喜欢徐染 但她以后又不适合我过日子 我无所谓 没想到 徐染妈妈见面第一句话 就是要求加彩礼 之前 我哥和徐染订婚的时候 已经谈好了彩礼66万 这笔钱是给他们小家庭的基金 可徐染妈妈突然提出彩礼 加到188万 理由是188万 听着吉利 还有面子 可真是我爸和我妈愣了愣 再看我哥也是一脸猛低 徐染倒是没有很吃惊 摆明了就是已经和他妈妈商量好了的呀 我妈 徐妈妈之前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酒席婚礼这些都我们这边来 彩礼也是66万 徐染妈妈笑着瞥了我一眼 我这不是怕冉染在你们家受委屈吗 想给冉染留条后路 我也放心些 道理我们都懂 她是在说徐染最近在我家受了委屈 我还没诉苦呢 挑逝的人倒是先告上门来了 徐染妈妈这话说的 明显让我家有些下不来台 小染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我哥望着徐染 一脸的不可置信 徐染默默地看着 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在一旁看得很无语 多嘴问了一句 那嫁妆是怎么安排的呢 轮到徐染妈妈说不出话来了 我看见她抽了抽嘴角 我了然于心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徐染妈妈又怎么会给嫁妆 于是我又接着问 车子家具什么的肯定 已经安排好了吧 虽然我家不缺钱吧 但也不是冤大头不是 徐染妈妈明面上 打着为女儿留后路的想法 实际确实在卖女儿 如果我猜得没错 她家里肯定还有个弟弟吧 徐染妈妈摆明了 拿着姐姐的彩礼养弟弟 嫁妆还一分不出 怪不得徐染是那个样子的 我转过头看着徐染 可她根本就是一副 满不在乎的样子 好像丝毫没有觉得 她妈妈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徐染妈妈被我问得说不出话 她白了我一眼 你不是已经嫁人了吗 娘家的事情你瞎掺和什么 要我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你爸妈都还没表态呢 你倒是在这里上蹿下跳的 难道你结婚就没收彩礼 徐妈妈 小运是我女儿 是我让她来的 彩礼的事好商量 还请不要攻击我的女儿 眼见徐染妈妈把矛头对准了我 我妈坐不住了 徐染妈妈善善地闭了嘴 可能没想到我妈会这么维护我 彩礼我当然没收 我和我老公是自愿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不需要彩礼这个东西 谁知徐染妈妈知道我结婚没收彩礼 却是嘲讽着说 不收彩礼的女人就是廉价 我去 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还有人说不收彩礼就是廉价 我冷笑出声 反唇相机 合着你空手套白朗 卖女儿就是高贵了是吧 我的话音刚落 徐染和他妈妈立马变了脸 徐染妈妈破口大骂 说我是嫁出去的小姑子不知羞 娘家的事还轮不到我管 自然是被我妈给骂回去了 我妈一向温柔 我难得见她发火 我的女儿也轮不到你来管教 最后这顿饭当然是不欢而散 我想的是这婚事可能要黄 但徐染却还是哭着跟我哥回了我家 我本来还为徐染感到悲哀 他被他妈妈作为筹码 像泼水一样泼了出来 可后来才知道 他早就已经被他妈妈的封建思想 所荼毒 久而久之自己也变成了那样的人 第二天一早 我看见了徐染憔悄的黑眼圈 徐染眼睛里含着泪 委屈地站在一旁 我哥心疼地在我妈面前解释 妈 小染也是没有办法 她已经哭了一晚上了 那都是她妈妈的意思 他们家重男轻女 小染也不容易 小染和我保证了 以后少和她妈妈往来 我哥一边说着 徐染也适时地掉了几滴眼泪 她一幅委屈至极的模样 阿姨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妈她会突然这样子 可我是真的喜欢周语 如果让您为难了 那我可以和周语分开 我徐染说着说着 突然泪如雨下 活活像我家 因为这一笔彩礼 就要棒打鸳鸯似的 连我这个旁观者 都有些不忍呢 妈 小染的彩礼 就当是我和您借的 我以后会还给家里的 我哥牵起了徐染的手 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笑容 看来 我哥已经被徐染说服了 连徐家突然提出 这么过分的要求都能妥协 我昨晚偷偷问过我妈 她直摇头 意思是这桩婚事 非良配 而且徐家对我的态度太恶劣 我妈说很不喜欢这种做法 她不想结徐家这门亲事 可按照我妈对我们俩的疼爱 她又怎么会做棒打鸳鸯的事 只要我哥喜欢 我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过去了 最后 我妈同意了徐家增加彩礼的要求 我虽然对徐染不满 可她毕竟不适合我过日子 而且婚后 他们俩搬出去住 我其实也无所谓 本以为两人的婚事 可以继续谈下去 不料没过两天 我却无意间知道了徐家的野心 我本来已经出门上班去了 可走到半路发现电脑没拿 无奈回家拿电脑 却在小花园里听到了徐染的声音 妈 你就放心吧 周家这边都已经说好了 一百八十八万会一分 不少的给我们 你还不相信 我妈 周瑜可就吃我这一套 我装装委屈 哭一哭 她就妥协了 我没有走近 只站在花园外 远远地听着 正好徐染在打电话 也没注意到我回来了 而这个时候 我爸我妈 一般都在外面处理事情 所以 徐染敢这么说 肯定是笃定了家里没人 听到徐染 对我们家满腹算计 我默默打开了手机的录音 周瑜她已经被我拿捏得死死的了 每次我一撒娇她都会满足我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 徐染又开始说起我来 周瑜虽然难搞了点 可她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 难道她还想来分周家的财产不行 只要我和周瑜结了婚 周家就是我做主 还轮不到周瑜那小丫头说话 哪有小姑子欺负到嫂子头上的道理 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徐染挂断了电话 而我已经气得火冒三丈了 徐染真是好大的口气 串通了他妈来框骗我家 我家虽然不缺钱 但也不是冤大头不是 这种不要脸的绿茶 还妄想在我家做主 做梦去吧 但我现在不能发作 我得当着所有人的面 打烂她的脸 因为上次两家人不欢而散 婚礼的细节还没确定 我妈又主动约了徐染妈妈一起商定 我妈怕我和徐染妈妈又吵起来 本来不想让我去 可我这次主动要求去 我想狠狠打一打老妖婆可恶的嘴脸 谈到彩礼 得到了我妈准确的回复 徐染妈妈妈脸上都笑出了褶子 徐染妈妈还不忘讽刺我 小孕不需要上班的吗 结了婚的女儿老往娘嫁跑也不太好吧 你婆婆对你就没有意见吗 一听这话 我妈当即黑了脸 她正要维护我 我赶紧拦住了我妈 这次我要亲手撕破老妖婆丑陋的嘴脸 我勾了勾唇脚 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婆婆对我有没有意见还轮不到你操心 你倒是该操心操心 你女儿能不能进得了我家的门 文言 老妖婆和徐染都变了脸 我妈和我哥也疑惑万分地看着我 直到我拿出了手机打开录音 徐染的声音响起 周宇她已经被我拿捏得死死的了 每次我一撒娇她都会满足我的 周运虽然难搞了点 可她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 难道她还想来分周家的财产不行 只要我和周宇结了婚 周家就是我做主 还轮不到周运那小丫头说话 哪有小姑子欺负到嫂子头上的道理 以后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录音放完 在场的人神色各异 一时间空气里静得出奇 所有的人都听出了徐染的声音 每一个字都不容辩解 周运你卑鄙 徐染最先尖叫起来 扯着嗓子对我吼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你的意思是录音造假 我微笑着扬起手机 是不是污蔑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可都是你亲口说的哦 贱人 你为什么就非要针对我 徐染发了狂 扑过来就想打我 还是我哥一把将他拉住 我被你拿捏得死死的 我就吃你这套 我哥咬着牙 死死地盯着徐染 脸上全是愤怒 徐染 你到底把我当成是什么 摇钱树 还是冤大头 徐染慌了神 拉着我哥的手声泪俱下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都是周运造假的 我没有 我冷笑一声 那你发誓你没有说过那些话 不想在周家做主 不想当周家的女主人 我 面对我的质问 徐染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徐染总是口口声声说 我针对他 可明明是他先针对的我 大概这道打一耙的本事 也是和他妈妈学的吧 我哥狠狠甩开了徐染的手 转身就要走 却被徐染妈妈叫住 小雨 你听冉冉解释 那些话就是玩笑话而已 冉冉都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不能一走了之啊 徐染妈妈一边劝着我哥 又不停地推着徐染 夫妻哪有个夜愁 然然你好好和小雨说说 可徐染只是呆愣在原地 满脸泪水 脸色无比苍白 现如今 所有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而徐染妈妈见无回转的余地 只能又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一个小姑子都嫁人了 还在这下插和什么 你欺负人欺负到我家头上了 我给你没完 拆散亲哥的婚姻是要损应得的呀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恶毒 再恶毒也没有他们母女 算计我家财产恶毒 我没有再理会徐家人的谩骂 拉着我妈走了 经过这场闹剧 我哥和徐染的婚事告吹 可徐家却提出了更离谱的要求 要求评分我家准备好的婚房 因为当时徐染需要安全感 我哥在房产证上加了徐染的名字 可婚房是我爸我妈全款买的 徐家一分钱没出 我家当然是不同意 徐染家居然把我哥告上了法庭 婚结不成了 徐染也拿不到一分钱了 他找过我哥几次 徐染哭哭啼啼 说着他错了 他对我哥是真心的 可我哥这次是真的被伤透了心 一次都没见他 看见我哥的反应 我知道他是铁了心不结婚了 好好的一个哥哥 因为徐染变成了恋爱脑 恋爱脑制好了 我也就不担心了 复合是不可能的了 徐染妈妈又在我家门口哭天枪地 我女儿白跟了你这么久 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青春损失费你们怎么赔 他闹了几次 都被我哥亲手赶走了 眼见什么好都捞不着了 徐染妈妈提出评分我哥的婚房 理由是婚房写了徐染的名字 现在不结婚了 房子也应该是一人一半 我哥一听就炸了 他通红着双眼 说自己没有早点看清徐染的真面目 房子虽然写着徐染的名字 可全款是我爸妈出的 就算拿到法庭上去 徐家也分不到一毛 徐染妈妈不相信 转头就把我哥告上了法庭 要求分割婚后财产 笑话 徐家人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 我们家又怎么会让他们如愿 到了开庭的那一天 徐染是和他妈妈一起来的 我哥拿出了全款买房的各种证据 可徐染却什么也拿不出来 根据最新婚姻法 婚房由男方父母全款出资 即使房产证上有女方的名字 该房也属于婚前财产 归男方所有 不属于共同财产 因此不可分割 徐染输掉了官司 他恨恨地站在我面前 歇斯底里的吼 周运都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是你毁了我一辈子 徐染哭的眼睛都红了 脸上还有一个明显的巴掌印 那应该是他妈妈打的吧 拿不到钱 徐染妈妈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的 可我想对他说的是 他的幸福没人能毁 因为他们家心术不正 贪婪成性 毁掉他幸福的根本就是他自己 但我存心想恶心他 所以我说的是 对啊 你应该怎么也想不到 我这个嫁出去了的小姑子 还能亲手把你赶出我家吧 说完 我不理会徐染的反应 开着车扬长而去 徐染有那样的妈 生长在那样的家庭 她原本有机会改变 可她却完全继承了徐妈妈的一言一行 不问是非 我一回娘家就针对我 生怕我拿走家里的一针一线 我是家里的女儿 我有权利回家过年 也有权利发表意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